这个视频给大家录非常简单的转经筒完整版的教程 当你们收到材料包以后 里面有一个长线 有一个中国结 然后还有五种颜色的线 这五种颜色呢 每种颜色有三根 我们先把每种颜色取出一根来 就是取出了五根线 然后从中间对折一下 把它绑在这个中国结上面 这个地方呢随便打一个死扣就行 绑的时候绑紧一点 绑完了以后呢 我们就将这两个线头 剪掉其中一根 只留一根就可以了 然后用打火机烧一下防脱线 烧的时候注意哦 不要烫到手了 然后呢 我们就在这个单独的这一根红色的线上面挂线 将这五种颜色的线 每种颜色挂上一根 这个线呢 这个线呢也是从中间对折 挂的时候 注意哦 看手法 不要挂错了 就是将这个线呢 放在红色线上面 然后手压住那个圈圈 然后呢 线头从圈圈里面掏回来 加线的时候一定是放在红色的线的上面 我们按照顺序 把这五种颜色的线 每种颜色挂上一根 挂线的方法都是一样的 非常的简单 这五种颜色挂完了以后呢 我们剩下的还有一组线 就是还有五种颜色 我们将这五种颜色的线 根据第一组挂线的顺序 也是同样的方法挂上去 然后呢 给它调节一下 往里面推紧一点 然后呢 在这个短的红色线上面接线 我们用打火机将两根的线头 给它烧融 然后粘在一起 这样子呢 线就已经结好了 结完了以后呢 我们将线从左手的线这里绕一圈 左手的线捏住不要松了 左手的线是用来加线的 这个地方呢 我这根线是用牙齿固定的 然后呢 我们将第一组的线 就是往这个线上面绕 我们第一组的是红色的嘛 所以我们就先绕红色的 红色的两根线绕上去以后呢 我们就在手里捏住的线 加一根红色 绕两根加一根 然后呢 这个地方就有三根红色了 我们再绕黄色 黄色线也是 把这两根黄色线绕上去以后呢 在手里面加一根黄色的 教程呢 我都是录得非常慢的 希望大家都能看懂 我们就是按照这个顺序 就是按照这个挂线的顺序 然后来绕线 绕两根 加一根 这绿色的绕完了呢 我们就加一根绿色的 然后呢 接着绕红色的 是不是非常简单呢 喜欢的话呢 都可以自己动手跟着做 人家都说 看一百遍 不如动手做一遍 做起来真的非常简单 手里面捏住的线 不要松开了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加线的时候 就好早一点 免得加错了 免得加到别的地方的线了 这样子的话呢 就很容易出错 你看我手里面捏住的线 我都是把它捏着好好的 不要松开了 这个转紧筒呢 这个转紧筒呢 只要把那个头儿 起好了的话呢 其他的做法呢 就非常非常简单 因为主体绕线的方法 就只有一个方法 就是像现在这样绕线 只要把头儿起好了呢 就等于说你已经学会了 绕的时候呢 就不要忘记加线了 我们绕完以后 就是有 这每种颜色的线 是三根就是对的 我们这个红色线绕完以后呢 就剩下最后一组蓝色的线了 然后我手里面呢 正好只有一根蓝色的线 这样子呢 就是刚刚好 就最后一根线也加上去 然后呢 这个起头呢 就已经做好了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都是绕线 都是相同的方法绕线 这个地方呢 你看每一种颜色 就有三根了 我们把这三根线 按照顺序的绕上去 然后红色绕完呢 就绕黄色 黄色绕完呢 就绕绿色 就是这样子 按照顺序的来绕 我们按照顺序的去绕 多绕几圈呢 形状就出来了 绕到四五圈的时候呢 就可以加一根棍子在里面撑着 这样方便一点 这个棍子呢 我是用纸卷的 你们也可以根据 自己做的那个筒镜的大小去卷一个 然后呢 我们做到合适的圈数 大概我是做了十九圈到二十圈 然后呢 再做凤尾节 凤尾节的象征是龙凤城祥 寓意是裁员滚滚 这个地方呢 绕几下都随大家的喜好 我们绕完了以后呢 将这个线头剪掉 用导好机烧一下防拖线 其余的线呢 我们也都是绕凤尾节 我们只留一根线 只留着手里拿的这一根线不绕 然后其他的线都绕凤尾节 绕完了以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线给它绑一下 拿一根吸管 然后将这个线呢 在吸管上面绕几圈 这个地方绕几圈呢 也是随大家的喜好 绕几圈以后呢 线头穿过吸管 然后取出吸管 再把吸管回穿一下 跳过第一根线不穿 再给它回穿过来 然后线头再穿过吸管 这样子呢 我们就把这个线固定上了 然后呢 再给这个线调节一下 拧紧一点 拧紧了以后呢 这地方一定要绑紧 然后把这个线头拉下来 这样子呢 就绑好了 然后我们拉下来的这一根线呢 我们可以把它剪掉 也可以做凤尾节 这样就完成啦 这么简单 你学会了吗 谢谢大家的观看